李子佳真带不动马来西亚 2023年亚团赛正在进行 全主力出招的大马居然四强都没有进入 而李子佳作为大马的头牌选手 其实已经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 帮助球队拿下首分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李子佳的表演吧 第1比赛上来李子佳就展示了自己出色的进攻能力 这种球可以看出连来西的防守能力还是差得蛮多的 李子佳自己再次出现了失误 这种进攻也是出现了失误啊 李子佳越打越放松 发接发直接就是一个滑拍的要得手 往前的抢往也能够得手 扭政司提供 你指甲居然这个球也能放座啊 最后李子佳又是一个暴力的披萨轻松拿下第一局 不过第二局比赛李兰西就开始取得领先优势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对决 这下感觉是被李子佳的挥拍扣杀直接给吓到了 李兰西还是自己的失误太多了 李兰西还是自己的失误太多了 自己的跳沙再次出现了失误 李子佳第二局比赛其实打得也蛮差的 自己的失误太多了 这下终于是杀到了 你看又是一个失误 李子佳静下的状态真的是有点差 要是面对高手这样的失误真的就赢不了 面对黎兰西这种选手 李子佳的四方球都打出来了 他以为是屋顶开始 我以为是屋顶开始 雷兰西的地板又是滑了一下 李子佳也滑了一下 不过雷兰西这个球居然还出现了失误 李子佳再次重说失误 这球雷兰西空的太好了 李子佳好像也是滑了一下直接追平比分 关键时刻李子佳依然用自己的杀球拿到了赛点 最后这球看起来是一个界外球 那是裁判判罚的界内球 就这样李子佳坚困了一下 第一局帮助马来西亚拿到第一分 但是没有想到 马来西亚其他的选手居然打不赢中国的二队选手 遗憾输掉了包装赛 看来李子佳是真带不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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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